超商美妝美食街 应有尽有的基隆市蛋黄区 东岸广场才传出好消息 微风百货即将插旗 如今却传出经营纠纷 买相一整个报纸版面 二十号早上服饰品牌net 刊登消息 比对六年前和现在商场模样 提到独立投资二点八九亿经营 声明针对基隆市政府 东岸广场标案 为了维护权益 采取七大点法律动作 除了net之外 现在也有议员跳出 质疑招商有黑幕 厂商大日开发 花二点五亿建设 经营了五年 现在这个厂商 花二点五亿建设 经营二十年 这会不会太便宜了 明明以往是五年议约 现在二十年议约 大酸基隆市长谢国良 独厚微风还帮忙省钱 微风在德标的公告 出来以前的前一天 就在104人力往上面征人 要征聘基隆的停车场员工 难道微风是有时光机吗 他可以预知未来吗 拿出真人消息和标案时间 炮轰微风前一天 就知道自己会得标 难道政府与商家有利害关系 针对标案纠纷 金龙市政府回应 包括之与大日公司 有契约关系 并不包含net 再者大日公司涉及弊案 不符合优先续约资格 已经无法继续营运 第三net有参与这次投标 是不是因为未能得标 所以鲜血情绪 并强调市政府依法行政 会尊重法院审理 希望基隆可以有一个 像台北那样的百货公司 如果这边有微风 我知道的时候非常高兴 民众对百货公司的期待 全血在脸上 如今传出纠纷 业者登报声明 动案广场还没进驻 就怕先衍生更多诉讼 华尔新闻罗大伟 正右倩成心词基隆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 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